我刚刚怎么晕了 新娘子别露头 不吉利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说徐姑娘 你怕是高兴地昏了头了吧 连要加到哪家都忘记了 徐姑娘 这徐院长竟然给我偷偷下药 让我替他女儿出嫁 不行 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白氏 怪不得 居然拿我冲喜 来 有点眼熟 是你 堂堂少将军竟然被龙仔给吓死了 太荒谬了吧 你 你醒了呀 对呀 你今天要主动送上门来了 你要干吗呀 我要干吗你还不知道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竟然恩将仇报 这人类的身体弱爆了 那个小东西 力气这么大 我跟你说你今天逃不掉了 我跟你说你今天逃不掉了 你今天逃不掉了 有点好了 他 他大哥别冲动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谁认你大哥 呀 你可能 ça吗 你明昧就让我一人玩了 你elchen 她不太大了 对吗 这个小东西 别动啊 你肯定是自己的 你就肯定是自己的 切 堂堂七尺男儿 居然被龙仔给吓成那样 小老弟 后会期 善儿 善儿终于醒过来了 可急死为父了 老头 你谁啊 好不容易清醒过来 怎么连为父都不认识了 这老头定是莫修阳的父亲 糟了 我睡了多久了 禀少将军 差不多五个时辰 五个时辰 我睡觉了 你们现在给我出去 善儿 你这是 现在 我 让人才刚恢复 让他好生休息吧 走了 走 好生休养 好生休养啊 糟了 马上六个时辰了 这 怎么办 我居然睡了这么久 定是这个身体太弱 还未适应 这次醒来 定是因为再次碰到了魂珠 才最终稳定了灵力 定解主仆契约之后 每日只能维持六个时辰的人群 而且她一旦受伤 我也会跟着受伤 不行 我得快点找到那个女人 解除契约 拿走魂珠 回到玉璃心 真是倒霉 好心救了那人 竟然被迫成为她的冲喜新娘 害得我盘场也丢了 幸好蓝魂珠和龙仔都在 好香 她怎么会有蓝魂珠 难道 肚子饿了吧 来 外焦里嫩 香酥可口 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鱼了 可是姐姐 我被人坑骗 身上 没了银两 没关系啊 等你有钱了 再把这个钱不给我不就好了吗 谢谢姐姐 这钱我肯定会还你的 姐姐叫什么名字 你就叫我不哦好了 好的 布姐姐 布姐姐 你知道莫府吗 莫府 当然知道了 天理首富 京城首屈一指的富户 听说 最近正在招揽下人呢 来 过来过来过来 做什么的呀 做厨师 厨师 多到岁中啊 三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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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吧 这么多人啊 好久能给我来一遍 来 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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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来 我得拿出真本事了 慢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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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将军 这些都是当今圣上亲赐的 为了表彰 您为了天离国立下的汗马功劳 你看 这是尚好的锦段 那是千年的血玉 还有西玉的夜明珠 少将军 我去 这个 这个 我都不要了 都拿走 都不要了 怎么了 又异议 属下不敢 少将军 属下有一事禀告 说 那冲喜的新娘 我真不是御师院院长之女 院长护女新妾 请了一名叫苏小禾的女子 前来顶替 这是属下根据院长的描述 所画的一幅画像 长得倒有几分神思 不过没有画像上那么好看 继续去找 少将军 属下这就将此画张贴全长 去 快去 好 太棒了 如此柔树 这个人嘞 倒是长得勉强配得上本王子的身份 算了 算了 在找到那个女人 解除主婚契约前 还算会用吗 对了 这里还有一幅画像 拿走 少将军 这幅画 属下实在是看不太明白 去后山给我建一个猫舍 上面标记了地址 你去了就知道了 您什么时候喜欢猫吗 你废话怎么这么多呀 快去 是 走走走 少将军的宝贯走立圈红 真是心情大变啊 让你说少庆句闲话 都给我麻利点 快点 本王子就是这么优秀 本王子 还是一如即虎耀眼耀眼 嗚呼 哇